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竹县湖口乡 我正走在大元山战略道路 今天要来造访大元山阵地森林公园 这算是一处新的景点 或者说是一处正准备开发的景点 大元山原本是湖口装甲兵部队的训练基地 后来训练基地解编之后 新竹县政府本来打算在这里设立 生命纪念园区 不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 后来透过联署 终于让县政府打消这个计划 本地的居民是希望能够保留这片森林里面的老树 还有军事遗迹 还有可以见证当地产业历史的一些砖窑遗址 看见火车了 这里有砖窑场的烟囱 不过好像没有路可以下去 我差不多已经快走到地图标示的大元山正地森林公园的位置了 差不多已经走了650公尺 这里有右岔路 本区属军事重地 沿近散路 摄录影拍照 为者依法就办 可是Google地图标示的大元山森林正地公园在里面 这警告牌看起来蛮新的 不像过期的样子 那算了 我继续走上面道路 再往前走走看 根据网路资料 本地的文史工作者 曾经办过几次活动 是可以在大元山正地森林公园 走出一条 长约3公里的环重路线 不过沿途都没有看到任何指标 正面道左侧这里有木麻黄老树 資料上有提到 这附近有很多木麻黄老树 有路可以进去吗 好 转转看好了 这一棵木麻黄 好像网路上有看到照片 那这个就是战壕 那这个就是战壕 刚刚对照了一下网路的照片 没错 这一棵树就是被命名为 木麻黄浩克的木麻黄老树 大概从战略道路进来不到30公尺吧 就可以抵达这里 木麻黄浩克 这里是大元山正地森林公园 环重路线的一个景点 所以这边应该仍然有路线 不过都没有任何的指标 前面看起来路况不好啦 我在这边折返 走上了十几公尺 这边有一条明显的小径 那我进来看一下 前面有零头树 我录照片有看到 哇 这很有原始森林的感觉 零头树也是可以用来作为反登路之用 喔 散兵掉到零头树 可能会哇哇叫 看来我应该是找对路了 我在网路上有看到 这零头树的照片 而且这边前面的路基 看起来也很清楚 好 继续前行 哦 这里也有豪沟 进来看一下 这样的战逃军事遗迹 如果好好整理的话 也是一处很适合青少年来这边 践行活动的场域 前面这里有碉堡遗迹 其实碉堡旁边 大概十几公尺外 就是战备道路 所以从这边进来更方便 好 出来看一下 我刚刚是在更前方那边的小径进入 所以从这边进入的话 更快 而且这条路径更清楚 碉堡的周遭 都重有零头树 碉堡的路口在这边 过来看一下 到了 这座碉堡还蛮有规模的 台湾可以说是遍布碉堡 碗如铜墙铁壁 所以劝军切莫过台湾 台湾恰是鬼门关 哦 这边是条条相连的壕沟 这边是条条相连的壕沟 在这里汇河 哇 前面这里有路 壕沟这里也有路 我先逛壕沟好了 这条壕沟的路况很好 好 我喜欢这个景点 大圆山阵地森林公园 目前是属于自由行的森林公园 完全没有任何路标 所以这里蛮适合玩寻宝游戏 可以来这边寻找木麻黄浩客 大碉堡 林头树 我现在沿着壕沟往回走 好 现在从这边 继续往前行 哇 这里又有林头树 七月半已经过了 所以应该不会遇到林头姐 这林头树的树丛好美 非常有特色 我继续往前走 前面这里路况似乎渐渐不好了 好 那我往回走 好 那我回到刚刚的碉堡了 那我就走战备道路好了 战备道路 继续往前走 长生天生命园区 长生天生命园区 前面这里又有射警告牌了 所以我就在这边折返好了 还是不要晚节不保 而且我今天想看了几个景点 像木麻黄浩客 碉堡 林头树 都已经看到了 只剩下一个地方 还没有看到 就是 砖窑场椅子 砖窑场椅子 应该是在比较靠近的山脚下 刚刚看到的一根 跟高高的烟囱那里 我忘记烟囱了 好 开始找路 看看有没有小镜可以通往烟囱那里 好 几乎找不到路 哎 哎 前面那边是 是路吗 我看到了 被这些设施挡到 在这里 这是波罗问窑场椅子 我今天最后一个景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景点 这个地点已经申请 文化资产资格审议 所以将来可能会成为历史建筑或限定古迹 这是早期的八卦窑 是从传统的主管窑 改良而来的 就是 家人 小镑 大小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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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钢筋水泥烟囱是1970年代新建的 波罗问窑场是大圆山这一带保存最完整的窑场遗址 湖口地区在1960年代 砖瓦窑场兴起 是当时重要的产业 不过随着时代的演变 目前都已经歇业 这处窑场规模蛮大的 旁边这里还有一座 我对于窑场没什么研究 所以没有办法在现场做导览解说 只能多拍一些影片 回去要做做功课 这个景点我非常的喜欢 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因素是 站在这里随时就可以看到火车从前面经过 对铁道迷来讲 哇这是一个超棒的景点 我现在离开波罗问窑场了 回到路口了 回到路口了 在这办过两次音乐会了 所以现在要用红砖来铺设步道就对了 铺设步道对 对 但是就是有人带会比较好 或者说你自己 探险的话就是 也应该还找得到路 就是从碉堡零头树那边可以绕一圈 绕一圈最后走到这里 从窑场这边出来 对对对所以我们当初规划的我们之前做导览都是这样的绕一圈然后从这边结束 今天刚好遇到吴先生 是大圆山 正地森林公园的这个志工 志工吴先生 刚刚跟我特别介绍一下 这附近总共有三处砖窑吗 200公尺内有三座砖窑 两座瓦窑 一座现在看到的是砖窑场 今天看到这一处我已经非常感动了 很值得来这边旁边就是一个森林 那我们希望未来他规划一个大圆山 正地森林公园 然后包含骨窑群 骨窑群对 无限要带我去看附近的另外一个砖窑场 到土地宫 300公尺 啊就是 我这边上去会到土地宫庙 瓦窑烟囱的对面 可以有一个步道可以到土地宫庙300公尺 然后土地宫这样绕一圈就会走 水泥站被道绕一圈大概是1.5公里 哦 好我们进来 这边往二号 砖窑 湖南高干103 哇这个是红砖烟囱 这个红砖他很漂亮啊 应该当时清水砖 这个大概有60年的时间 民国五六十年代建的 保留到现在 所以你看即使921经过了他 没有任何损伤 这是8寸壁 你绕一圈他是不是 是8边 他的主体在这边 对那有瓦片 我们待会可以从下面去看 放瓦的阴凉或是成品的地方 算是仓库 对对对 工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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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摇的摇体 他外形就像一个包子 外形就像包子 这个就是瓦 这是生产出来的瓦 瓦片 瓦片 你看这个红土 他摇 摇的结构这边还是用砖 外面 红土 保温 红土保温 对他不让他散热 包子摇的摇体已经有崩落 但是烟囱表保持得很好 看 这是一号 一号摇 前面一点有三岐路桥了 看到 好 那待会带你去那个带领长家 六十年左右的时候就停止了 停止生产 我们来到一号瓦窑 一号瓦窑 这里 里面非常大 那个上面是出风口 塞一个对流 那这个是瓦窑 5米高 蛮大的 旁边这就是生产出来的瓦片 对 这生产出来的瑕制品 就堆放在这边作为 保温 作为保温之用 这几个线条 蛮美丽的 这边这个是纺织 就是瓦窑结束以后 那时候台湾纺织业很兴盛 需要很多女工 所以他们后来有 有聘蛮多女佣在这边住的 那这个是纺织机器 所以后来转型 做纺织 大概有十多年 后来纺织也没落了 就变工业区开始发展 这工作坊也是用瓦片 作为侧墙 台湾纺织 托米我 跟你介绍我们那个 波罗村的林长 带林长带林 那个里长 林长 林长 你好 他们住这里 林长好 你好你好你好 可以入境嘛 没关系 这个 这个样子 所以这瓦窑是 带林长的父亲那时候创建的 对对对 他们从那个杨梅搬下来以后 从这边 重新 重启炉灶 这边是外墙 外墙很厚 他有一米以上 外墙绝对超过一米 超过一米 超过半个世纪的瓦窑厂 现在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这一座大概是民国五十年左右的时候 重建的 他的前生应该是日治时期就有人在经营了 大概民国四十四年或是四十五年的时候 我父亲来接手 五十五年或是五十六年那个时候就停了 就停了 就停了 就停产 不是说一个月生产压 是说他一次 一次 对 就是他 入窑烧好出窑这样子 那时候讲是说讲二十八万片 二十八万片 就是一次一次的烧窑 二十八万片 一次的话 旗舰大概多长 大概要两个月才有办法 两个月 这是以前烧窑的瑕疵品 就拿来当现成的墙壁 对对对 而且这个 这个墙壁看起来 好像这样 他好处是他不会顺水 不会顺水 因为他 因为他瓦片本身是半圆形的 所以说他 他这样子圆圆圆圆的 水他不容易伸过去 你再怎么 再怎么大圆 所以外面也没有 都不会剩水 对也没有粉刷也没有什么 他水就是不会过去 相逢自是有缘 谢谢林长戴云祥先生 志工胡佳琪先生 热心导览解说 我现在回到大圆山战标道的路口了 今天造访大圆山阵地森林公园 我走过的路线 也用GPS记录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行程结束的时候 遇到本地的志工胡佳琪恩 带我参观附近的两处瓦窑移址 算是额外的收获 大圆山这个景点 人文内涵非常的丰富 等将来归花更完整的时候 我会再回来走一次完整的 环状路线 那我今天的大圆山正地森林公园 这里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